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举一个农产品为例 说明它在运销过程 为消费者创造的效用 所以一般我们讲农产品 就是它还没有加工的 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但它基本上大概可以到 就是譬如说稻米 我们会说它是农产品 加工之后的白米 它就是变成是农产加工品 但是我们不可能去吃稻米 我们变成一定要去吃农产加工品 可是像水果 你说像这个现在出来的连雾 它是一个农产品 但是我们吃也是直接吃连雾 可是它也可以再把它转换 变成其他的加工农产品 但是它最主要的消费的一个方式 就是生食 就是就它的实际的状况来吃 所以运销过程 就从它是农民生产端 一直到消费端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这个 同路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呢 我们就说它是一个运销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必须从最原始的生产者 一直到最终的一个消费者 那当然这里面 如果你有做任何加工的形式 去改变它的外在形式 你就会创造了 你就会创造所谓的形式效用 不然的话呢 从 至少从产地到消费地 知道它一定有运输的过程 所以它一定会创造空间的 地域上的效用 那如果它有储存的话呢 有这个季节储存的话 它可以这个 在生产拒绝之外还可以消费 那它一定是有储存的一个 储存的一个效用嘛 所以至少这两个效用 你是可以清楚知道的 那有没有创造形式效用 就要看你写的是哪一端 那我现在列出来这几个 都是同学写的 好 同学写的 好 茶叶 那它的农产品是什么 我想茶叶可以是茶树上面的叶子 也可以是什么 已经经过这个免制发酵之后的 我们拿来直接冲泡的那个茶叶 基本上这两个概念 我们大概是混在 比较常讲的 大概就是讲茶叶 就是我们要冲泡的那个 最终的那个产品 可是当你要讲是这个 最终的产品是茶叶的时候 那你讲的是从茶树上的茶叶 然后经过加工之后 发酵加工之后 变成我们可以冲泡的茶叶 这是你的运销过程 好 所以你这里面 当然你就包含了什么 形式效用 你包含了运输效用 包含了储存的一个效用 就储存的这个时间上的效用 运输上面的地域上的效用 还有形式上的效用至少三件东西 好 那同学说密件 好 那我跟同学讲说 密件已经不是农产品了 好 密件的前身是 譬如说你这样梅子 是梅子去腌制的化梅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 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密件 好 所以你把梅子腌制成密件 那你运输的是运输哪一个 你是运输青梅呢 还是运输的是密件 如果你运输到消费者手上 你是先把它做成 你把青梅先做成密件 然后运输到消费者手上 是密件再运输 那这时候你先创造的形式效用 然后你又创造了这个地域效用 然后你也创造了时间效用 好 可是如果你只是 把青梅运到消费者手上呢 消费者跟你买这个梅子 就是青的梅子 还没有处理的这个梅子 自己回去做梅酒 自己回去做梅醋 自己回去做密件的话呢 你没有创造任何形式效用 你只有创造什么 地域效用 还有这个什么 时间效用而已 好 那甘蔗呢 有多少人会买甘蔗来吃的 买甘蔗来啃 好 要看牙齿好坏呢 那甘蔗还不要削皮的 好 还要用牙齿把这个皮咬掉这样子 好 牙齿就知道是很好 好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吃甘蔗 几乎没什么人 对不对 好 在我们讲农产品下面 大家区隔好 有一些农产品我们知道它是 它是谷物 好 它可能消费的目的 除了我们当粮食以外 可能是拿来做饲料 另外一种是油脂作物 像黄豆它就是油脂 就是它最主要目的是来榨油 榨剩下来的这个豆粕的话呢 我们可以拿来做饲料 我们不会直接去吃黄豆 当然你讲说 我们有很多消费防豆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煮成豆浆 我们再把它做豆腐 但是那个不是它原来 最大宗的一个使用的目的 这样的一个消费量是 在它整个生产量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那像玉米呢 全球的玉米生产量 它最主要是拿来做什么 它不是拿来做popcorn 它最主要是拿来做饲料 当然在这个中美洲 墨西哥中美洲一带 他们会把玉米拿来当作他们的主食 所以你看到那个 Totila那种东西就是 墨西哥人或者中美洲 原来的印第安人 他们在吃的一个主食 所以这是占了一部分 但是相对来讲 就全球现在生产的 这个玉米产量的话呢 它的这个消费量 还是在做饲料用途 好 那甘蔗最主要做什么用 是拿来做糖 它是做糖的主要的来源 所以我们做甘蔗的 我们做糖 就做这个糖的话 sugar的话 一个是从这个蔗糖来 另外一个呢 比较北方不能产甘蔗的 它就用甜菜 就用甜菜来制造 所以它真正的消费目的是要做这糖的 所以它如果创造形式效用 你在运输过程你要讲的你是做什么 你是把它压榨出来 做成糖之后 做成糖之后 所以它有形式效用 它有这个时间效用 然后它有这个地域上的一个效用 可是如果你说我卖甘蔗 我卖甘蔗 就是你要卖这个 卖掉消费地是拿甘蔗来卖的话 你还是 你这时候你的 你说我卖给消费者 你卖的是哪一个 那消费者自己回去削甘蔗皮 然后自己啃呢 还是说你就在现场帮它炸成甘蔗汁 你卖甘蔗汁 这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在那个次序上 你的运输的次序上面的话 运销过程上次序上 你创造出来的这个效用是不一样的 你先创造了可能第一效用 这个时间效用 你最后去帮它做什么 帮它榨甘蔗汁 你去帮它削甘蔗皮 所以你去帮它做的是Task 好你就帮它去做这样Task 这样子服务的一个效用 是你去帮它做 因为它自己可以买回去 自己榨甘蔗汁 然后你帮它做了 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好那同学说凤梨罐头 凤梨罐头不是农产品 你要讲的是凤梨加工 做成凤梨罐头 之后再去运输 再去运销对不对 好所以你的农产品是凤梨 不是凤梨罐头 好那这个另外呢 猪的话呢 活猪或者我们就叫毛猪 还没屠宰的 屠宰以后呢 那个大体 就猪的那个身体 就叫土体 然后同学说把它切成肉块 这听起来蛮恐怖的 有一大堆肉块在运输这样 那叫土体 就一整只这个屠宰后的这个猪 整只来运输的时候 那就叫土体 那它可以再去做分切 所以分切之后当然有不同的部位 好那就是已经分切之后的这个 各种的这个部位了 那再去做处理 所以对这个猪来讲的话 那你的运输过程 你是运输什么 你可以直接从 你直接运输毛猪 从屏东 然后把这个毛猪的话 运到台北的 运到树林的这个肉品批花市场 去拍卖之后 然后在那边屠宰 那这时候你的 你就没有创造形式效用了 好你只有什么 你只有这个 你可能连储存都没有 你只有地域的效用 好因为那个猪 你不会把它 放了一年之后再来屠宰 好你不会买回家养的 好所以你只能创造 所以如果你要讲说 有三种效用的话 那它必须要在当地 就已经被屠宰了 它可能在屏东 就已经被屠宰 然后变成是 分切之后的猪肉 运输到台北来 所以它可以冷藏 它也可以冷冻 这样你才可以有 创造形式效用 创造这个 时间效用跟地域的效用 好那如果说 你只是在运送毛猪 它就没有 它就没有 好那水蜜桃呢 你到底要卖水蜜桃呢 还是说你在产地 已经把它加工 变成水蜜桃果酱 还是水蜜桃汁 如果你是先把它 做成果酱跟果汁的话 那这时候你先创造了 形式效用 你再做地域效用 然后你再去创造 这个时间的效用 OK好所以 从农产品的运销过程 创造的效用 你要先知道 你原来农产品是什么 然后你是做了什么样的 一个加工的一个动作之后 你再把它运到最终的消费者 或者你运输到最终消费者 你再帮它去做一些加工 那这时候你做的 就是所谓的Task的一个utility 你帮消费者做服务 好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还是要你选择农产品 好那要你讨论的是 老龄化与少子化 OK我用的是与是and 两件事情同时在一起的情况之下 那这是叫你做一个 外在形式的一个 就是在行销上面 外在形式的一个分析 所以拿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你要去讲的 一定要讲什么 你一定要去挑一个 这个农产品呢 这两个因素对它来讲 应该是机会吧 那如果你说这是一个威胁呢 你也不要把它停止下来 既然是威胁 那你可不可以创造一些方式 把它调整过来 是不是 好如果你要博得更高的分数的话 你应该要回答的是更多 所以你不是很表面的 就在那边讲 哦这个是威胁 然后就停止了 你要更超过一些 讲更多的东西 好那这是同学讲的 有机蔬菜 当然老龄化少子化 也就是说这个 整个消费率是下降的 老年人他可能对食品的要求 是更加重视的 少子化呢 也可能因为小孩子少 所以要让他小孩子吃得更少 吃得更好 更精致 所以相对来讲 一般的蔬菜跟有机蔬菜的话 可能它可以是建立的是 比较这个 比较 针对比较高端的一个客群 好所以我们在讲 市场区隔的时候 这个有机蔬菜 是比一般的蔬菜更容易来做市场区隔的 好 那糙米呢 应该有同样的道理 是不是 因为它可以创造出来的这个 相对来讲它的营养 好 应该是会比较好 那 当你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说 人家说糙米不好吃啊 糙米不好煮啊 口感不好 好那你就 你如果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的话 那你应该去改良的是什么 糙米的品种 糙米的烹调的一个方式 好这是你可以去思考的 好人生 应该好像不错对不对 好反正这个老人嘛 要补气啊 要补什么 补一大堆 这东西应该不错 然后这个同学在讨论的说 人生不是台湾生产的 然后要进口什么什么的 既然这个是一个好的 有希望的一个产品的话 我们可以在温室里面种不是吗 我们不一定要在这个 不一定在土地上种嘛 好那不在我们自己土地上种也没关系啊 那我们就跑到什么 跑到这个大陆的东山省啊 跑到这个北韩去啊 好我们就去跟他们租地啊 然后就在那边 好请他们农民帮我们种 把原料再运回台湾来加工 做什么人参 人参胶囊啊 人参益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 把这个附加价值留在台湾 这还是可以做啊 所以怎么样叫机会 怎么样叫威胁 就是希望你在这边做更多的深入思考 好巴勒 写巴勒的原因 因为老人家巴勒啃不动 好 这边你要思考的不是那个啃得动啃不动的问题 而是巴勒到底对老年 老年人他有没有提供特殊的一些营养成分 好现在呢农产品很强调是所谓的功能性 功能性的一个部分 他有没有特殊的一些成分 好对这个小孩子啦 或者对老年人啊 或者对不管啦 对年轻人一样 他有某一种特殊的成分 然后他我们可以从这个吃这个水果 吃这个农产品的过程里面去补充 去获得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 或者特殊的一个这个物质 这是最重要的地方 然后巴勒呢 他好像也是有蛮多的抗氧化物 所以这个抗老化啦 抗癌啊 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所以虽然老人啃不动 可是我们已经有那种比较 那个 那个摇起来会比较脆一点 比较软一点的巴勒嘛 还是有嘛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加工处理 我看过全年呢 他有卖那个一整颗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他就把那个中间的这个巴勒子 那个巴勒芯整个就把它去掉 然后就把它切片了 好然后装在一个这个 这个塑胶杯里面 好那就是整颗巴勒就这样放着 所以消费的这个方式 也非常的 非常的简便 所以我想对老人来讲 应该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好这个甘蔗呢 就跟刚刚巴勒是一样 老人 我想已经一般人都不太吃甘蔗了 所以这个应该要去讲的是 这个一般我们常吃的热糖 怎么样子在加工的过程 可以把那些 好会热量比较高的 或者是在它加工过程 过度经验的时候 所牺牲掉的那些营养的话呢 尽量把它保留住 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有讲 太过经验的这个白砂糖 事实上是最不好的糖 好所以我们要去吃什么黑糖啊 刚刚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任何经验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热糖 好所以他不是没有希望 他也不是会没有希望 好地瓜呢 养生嘛 不过同学说 早期台湾的地瓜是给猪吃的 好 是有一点啊 因为那时候每个家户养的猪不是很多 好不是专业性的释养 所以当然就会把田里面的话呢 好像现在大概这个 稻米收成之后 不能够在种稻米的期间 就会种地瓜 好所以大概这个时候 就有一些地瓜的一个收成 好所以就拿这个地瓜来喂猪是这样子 那包括地瓜叶 因为它很会长 好地瓜叶非常会长的会长 好所以就可以用这个来剁一剁给猪吃这样 可是当我们在大量饲养的时候 当然这个地瓜再怎么种 也种不 比不了这个猪的这个 吃的速度 好 只要在口提液之前的话呢 台湾呢是一个人养两头猪 好有一头卖到日本去 一头留在台湾吃 口提液以后呢 我们现在是两个人吃一头猪 知道这差别吧 好一方面口提液 所以我们不能出口了 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猪的 这个饲养的这个数量下降 好那我们也以说 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为主就好了 好 所以现在呢一年 大概两个人吃一头猪 好 那这个其实可能 这是两个人吃国内生产的一头猪 但是你吃的量呢 可能会超过这个一头猪 好一个人就可能超过一头猪 所以另外的猪从哪里来 从美国来了很多 丹麦来了很多 都进口猪肉的部分 好 那不小心你就会吃到来可多巴胺 好 羊乳片呢 羊乳片不叫农产品 对不对 要说羊乳 你要说的是羊乳 那当然羊乳可能有一些养分 可能跟牛奶是不太一样的 那它适不适合高龄人和呢 就不太确定 因为有人说这个羊乳什么可以 这个制器官 当然这个过敏的小孩子来吃会比较好 不知道有没有医学的根据了 不过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你千万记得 羊乳不可以给婴儿吃 因为它这个可能有某些成分的话 就是那个很小很小的婴儿 就很小很小的婴儿的话呢 它可能吃人乳跟牛乳 不能吃羊乳 好 那我很斟酌的是 燕麦片呢 还是要叫燕麦 但燕麦还是要加工啦 就像我们吃白米一样 但是当你说燕麦片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那种什么贵格 是不是 没有帮他打广告 就会想到是那种已经这个 深度加工的 比较那个加工层次比较高的那种燕麦片 所以这里应该是比较讲的是 比较一般只是初级加工的这样子 就是像米 只要经过碾制这样的一个白米 这样子简单来说 那当然燕麦 也经过电视的这个大力的宣传之后 大家都知道什么燕麦可以降三高啊 是不是 这些功能 所以大家觉得这东西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好 酪梨是我增加的 因为刚好听到电视上来介绍这个产品 那其实这不是台湾生产的 这个就是 这个是酪梨 原来台湾并不生产 它原来也是这个中美洲的这个 主要农产品 它是长在树上的 然后它应该也蛮会生长的 那它们是像这样子食用 可以这样生食 这是我在我在哪里 我在瓜地马拉吃的饭 就这样子一坨饭 然后再加一个这个一片酪梨 然后这个很像那个 很像那个客家的那种 贵的那一种东西 然后它是玉米做的 但是它用这个叶子包起来蒸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它也有很高的这个 它也有很多营养成分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穷人的鲜奶 穷人的牛奶 因为它也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 但是它会提供的是不饱和脂黄酸 所以对这个抗酸膏的话 是有很好的好 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精致的 那所以像瓜地马拉的政府 就跟我们的农技团 跟我们的技术团提出来说 可不可以帮 不是是宏都拉斯 可不可以帮他们去改良他们的品种 让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酪梨的话呢 可以生产的这个量啊 或者品质相对是更加稳定的 不然宏都拉斯他们自己也要消费 可是他们就是还要依赖进口 所以还希望我们台湾帮他们做这个事情 那我特别放这张照片 大家有看到这一颗卖多少钱 在这里有看到吗 138块 所以这东西本来就相对是比较高价的 是比较高价的 那最重要的它是在台湾生产 然后它长的这个个头也很大 品质也蛮不错的 所以它会变成是 台湾好像还蛮有 还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刚刚还漏掉一个 一个同学写到这个 诺丽 诺丽果 大家有听过这东西吗 它是一个味道很不好的一种这个果树 它好像是在南美洲 是吗 那一样我们又把它引到台湾买重了 你就知道台湾是多么的了不起 就是很小的地方 但是呢全世界上所有我们觉得很不错的东西 全部都可以引进来生产 而且都可以被我们巡化 那这个诺丽果的话呢 其实它最主要是 它可以减缓这个 癌症病末的这个 它最后身上的痛苦 因为你可以想到癌症病末的时候 就是它身上的细胞在吃它 不正常的细胞在吞噬它自己正常的细胞 所以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那过去我们大概都是用鸦片 都是用鸦片来治疗 那后来这个鸦片很容易上瘾嘛 所以后来这个诺丽果 我发现有这样的功能之后呢 就开始就把它做成果汁 然后可能再去把它做一些调配 把它那种味道把它去掉之后 它就变成是 可以让这个癌症病患 在它的这个病末最后中期的时候 帮它去缓解它的这个病痛的 这样的一个饮品 那我们也在积极地发展这个部分 所以在农产品的部分 在农产品的部分 我想应该每一个农产品 你都可以找到它的机会 你都可以找到它的机会 那任何的一个威胁呢 我们都可以在技术上面 在使用方法上面做一些客服 那不要忘记了 我们现在开始讲行销 然后我们这样的农企业管理 所以我们永远是往前看 所以生产面的那些问题的话呢 我们都是有方法克服的 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少子化呢 它虽然把我们的劳动力可能会下降了 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技术进步 是不是 你还听过这个演讲 技术进步会替代了很重要的 这个劳动力减缓的 减小的那个部分 好 这是上个礼拜的作业 跟大家再做一次的一个说明 希望你能够还有更深的了解 好 那当然这个题目的话呢 也跟这个作业也关系到 我们今天的一个上课的一个内容 因为就讲产品嘛 那这个产品的话呢 我们大概要先做分类 好 然后介绍产品生命周期 还有一些管理的方式 其实在这边最重要的 当然要讲到品牌 好 讲到产品的一个品牌建立的一个部分 在定价的话呢 好 我们谈一谈定价的目的 好 一般常用的定价的方法 好 好 什么叫产品 只要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 跟欲望的任何事物 好 任何的东西 好 都可以叫做产品 好 好 大家你看中文 你很容易理解 需求跟欲望什么不一样 好 需求跟欲望什么不一样 需求是在马斯洛的这个 需求层级里面的最基本 对不对 那是生理需求 那是你一定要的 那就叫需求 那你不需要的呢 对 你天性能 那你就加个外套吧 好 可是你一定要去加一个那个 那个某某明星穿的外套 那叫什么 那就叫欲望 对不对 你就是一般的外套就可以 可是你就希望说 那个就是某某明星穿的 那你戴太阳眼镜就 一般这太阳 OK 普通的这个 100块太阳眼镜就可以了 可是你一定指明了 某某电影上面 那个飞行员戴的那一个 太阳眼镜 那个R开头的太阳眼镜 或者O开头的那个太阳眼镜 那就是欲望 好 所以农产品对大家来讲叫什么 农产品满足大家的 有满足欲望吗 需求比较多一点 那你要真的创造欲望呢 什么样的农产品可以创造你的欲望 像日本的什么西章哈密瓜是不是 它那个拍卖价格的时候 一颗就多少钱 或者它那个 今年捕来的第一只鲑鱼 去拍卖的时候 那个价格可以拍很高 那某一种程度上呢 就是有点是欲望 好 或者是法国的那个黑松露 一颗好大颗的黑松露 然后它就去拍卖那个价格 就非常非常的高的那一种 那种就不是在满足需求了 你吃黑松露那个味道 你也不用黑松露 你可能用其他的农产品 一样可以提炼出来这个味道 可是你就是一定要什么 去拍那个 去拍那一颗最昂贵的黑松露 然后放在你的餐厅里面 然后找那个米其林的三星主厨来烹调 然后做出这个一到一万块的这个餐出来 那就是欲望是不是 别人吃不起我吃得起 这就是欲望 OK 好 所以农产品能不能创造欲望 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例子了 好 所以行销呢 不就在做这件事吗 那这样是不是很不道德 不会啊 因为它需要 它需要它有那个什么 自我实现的需求啊 所以你做这样的事情 就帮它满足了 所以也帮它创造的去 创造的满足它的这个utility 所以应该没有这个不道德的问题 好 那我们说任何的事物 当然一般的物品 好一般的物品 服务 你去找这个律师咨询啊 去找这个会计师咨询啊 这当然就是服务的部分 好看医生 好 一个事件呢 有什么事件吗 你会去消费一件 去消费一个事件 你需要一个事件 什么万金马拉松对不对 有吧 电视上不是开始广告 最美丽的东北角 那个什么万金马拉松 万里跟金山 那个跑那个 那个马拉松那一个 还有每一次那个什么 富邦是不是 也都在12月的时候 会有一个什么 马拉松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事件啊 这是一个事件 然后还有那个 全球三大重要的宗教室 宗教的那个什么 宗教活动有没有 你知道哪三件 一个要去曼加朝圣嘛 另外一个呢 要到耶路撒冷去嘛 是不是 第三件呢 要大家妈祖去嘛 是不是 要去绕境九天八夜 是不是 好 这世界三大 我们也算了一大 好 所以如果你没做的话呢 就很遗憾 所以要去绕一下 好 那个人我们之前讲过 不然你是 你是政治家 你是这个 你是这个演艺人员 你是艺术家 你是这个 好 很多的个人都需要是什么 也都是一个产品嘛 对不对 你去 你去买这个 买音乐会的这个 这个门票 那你在买什么 不是那个人帮你表演吗 是不是 好 那他消费的任何东西 用他自己挂名的品牌 你也支持 那不就是那个人 他为你创造出来的吗 去满足 你对他的那种崇拜 是不是 好 你那种希望跟他一样的那种心理 好 好 弟弟我们之前讲过 不管是博物馆 不管是这个 一个地方 一个城市 好 好 那组织呢 前面我们讲 好 像世界展望基金会 他不是就 他需要去募款 所以他就会去办一些活动 好 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基金会 好 好 像这些都是组织的部分 观念跟想法呢 观念跟想法呢 观念跟想法 对不对 好 这个slogan呢 我就要常常跟你讲 这就是我要告诉农金系学生 我们的核心在这边 那我们的核心价值 让我们大家拟集的相信力 一起为这八个字 一起来努力 主要传递的 我要传递的就是这样的观念 跟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常常可能就是一个slogan 这样的概念 好 譬如说我们他一直在宣传的 什么 久后不开车 是不是 好 现在还有这个开车不 不干嘛 不tax 不要打那个电脑这样子 don't driving and taxing 好 那 总观来讲 任何任何只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跟欲望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叫做这个 叫做产品 所以他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形式出现 那 就对这个消费者 我们再区分他是最中 还是说他只是一个中间 他只是一个中间的需求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产品 就分为是消费产品 或者他是商业产品 或者我们在前一家里面讲的 industrial product的这样概念 工业产品的概念 那消费产品 但跟我们农产品来讲 其实农产品 他也是消费产品 他也可以是这个商业产品 像我刚刚讲的 黄豆玉米 黄豆跟玉米的话 如果你是消费者买来 你买来你自己消费 那你买黄豆自己回家去磨豆浆 那这个黄豆对你来讲 它就是一个消费品 可是如果我是这个 我是做沙拉油的一个公司的话呢 这个黄豆对我来讲 就会变成是什么 像这个大同意 他们就从国外呢 进了很多的这个黄豆进来 然后他们就要把它做成黄豆 把它这个 不管是用这个化学原料去萃取 或者冷压 这个冷压去压榨的一个方式 它要去榨黄豆油出来 就是我们俗称的沙拉油 所以像这些炼油工厂的话 当然它做的就是 这个黄豆对它来讲 当然就是原料的部分 就是这个原料的一个部分 所以农产品呢 刚刚讲的是 我们刚刚讲说 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分为这个 谷物 分为这个油脂 因为对商业的用途来讲 它真的就是一个原料的一个概念 它就是非常大量的一个需求 我们消费者的需求 只是那一小部分而已 好 所以农产品不要忘记 它不是只有这个消费品 它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品 它也是原料 好 那对消费品来讲的话呢 我们又可以再把它 区分为四项 区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的话呢 叫便利品 就是你经常在买的 所以你当然就要找什么 最方便的 你要最容易去买的一个 对你来讲 品牌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经常要买 所以你也不要去想 你可能习惯性的去买 但是你要的是很方便的 就去买 选购品的话呢 你当然就要用一点 你就要用一点 这个时间去研究一下 你可能会在意品牌 你会在意价格 你会去study一下 特殊品呢 specialty 你这辈子可能就买那么一次 非常的珍贵 所以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 然后你可能会去找 在这个specialty里面的话呢 那个品牌相对它的这个重要性呢 就更加的凸显 好 那这个冷门瓶呢 on sort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会去找的 所以跟specialty来讲的话 你可能一辈子用一次 冷门瓶呢 可能你也是需要用 可是呢 你不会去主动找它 像什么 就我们常举例 就到二宾去 你会需要二宾的呼吗 不太常 你也不会主动去找它 对不对 那种就是冷门瓶 二宾 辛亥路那一个 好 那这个便利瓶里面 我们大概又把它分为日常用品 冲动购买瓶 跟紧急用品 好 日常用品 豆浆吐司报纸 大概就是常常买的 或者偶尔换一换 也没什么关系 今天这个 苹果买不到 就买芒果 也没关系 对不对 好 那冲动购买的话呢 就是像这个一时兴起 你就买了 所以譬如说 你可以看到那个便利商店的柜台 都呈现的是什么商品 柜台上面 每个礼拜三 一定放一周刊 对不对 知道吧 为什么他一定要把一周刊摆在那里 然后一定要很敬奢的标题 对不对 然后你在付账的时候就看 好好看喔 好 就顺便买了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让你很冲动的 买完之后呢 你可能就会后悔的东西 可是就在那一瞬间 你就很需要 好 紧急的是 比如说你去住饭店 然后没带牙膏牙刷 你当然就需要买啊 紧急 好 选购品 家具 汽车 加电用品 这个当然你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你要去study 好 那特殊品的话呢 像医疗服务 或者你要找设计师的服饰 有没有 那个女生梦幻中的一个婚礼 都一定要找哪一个 知名的婚纱摄影 那个设计师的婚纱 有吧 好 所以那种世纪婚礼 不是都在讲 哪一个设计师 好 高端的电子产品 刚刚有看到 好我刚刚讲的家电嘛 好 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有看过吗 到101去看一下就有 好 它卖的是那种 有点是音响这样子 好 在101可以看到它的专柜 好 好 这个 冷门品就像这样子 好 这是香 香叶 香叶像 但我们讲像黄豆玉米的话 当然它就是原物料的部分 还有比如说你要做 你要去做加工 要去压榨 当然你需要那个主要的压榨的那样的一个机器 好 那除了这个机器之外的话呢 可能相对 你炸完油之后 最重要的是炸油的机器 可是炸油之后 是不是你还要去装罐 要装瓶的话 那旁边还有一些辅助的一些设施 那另外 可能炸油的时候 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零件的话呢 你可能是需要去做什么 去做更换的 比如说你在那边炸的那个机器 那个压的那个 很重要的那个 那个part的话 component part 那个部分 你可能是常常要去做替换 就像那个怪手是不是 他的那个手臂 不是有时候会换的是一个砖吗 在那边抖抖抖抖抖 有时候会是一个手 在那边挖土啊 所以那个就相对来讲 那个Major Equipment 当然就是那个车子 可是对它的这个component part的话呢 就会比较是 它所更换的那个零件的那个部分 就是它去配合是 是要挖的那个勺子的那样子 或者是一个电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另外还有一些呢 就是我们叫processed material 对我们食品来讲 当然就是食品添加剂啦 譬如说 我们在制造食品的时候 就要加很多的添加剂 譬如说 让这个水跟这个脂肪 可以融化在一起的 那个叫起云剂 所以应该用起云剂 后来不用起云剂的话呢 就变成硕化剂 就是这样的原因 好 那当然其他的像这个supply facility 那我们讲的是像文具 一般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文书的工作嘛 所以它可能就有文具 然后你有车子的话 你还要这个油料 那它才能够跑嘛 那这个就是把它归在这个supply facility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在商业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的service 我们前面讲的 大概都不是比较 比较physical的部分 可是在商业产品里面 还是有很多 我们需要商业专业的这个法律顾问 然后我们要会计师做签证嘛 还有你专门技术上面的这个技术专家的一个咨询 所以在service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商业产品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好 那这个法律的话呢 当然不管是产品的保险啊 好 对顾客的保险啊 还有像申请专利 这当然是需要这个律师的一个咨询 好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service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 你从这边你是不是又可以看到 你将来的这个发展空间是不是还蛮大的 你学了一些管理 一些会计的知识的话 其实你在商业是不是 你也可以去提供你的商业的 你自己就变成商业产品的一部分 去提供service 好 那产品的生命周期 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这大概我们之前有讲过 好 课本就放这两张照片 好 左下 左下角那一张 那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那叫Ferby 好 他叫Ferby 好 然后 他有20年了吗 不 我不太记得了 好 好 因为你跟他讲话 你跟他讲话 他就会学习 学习之后呢 他就会对话 好 他就是会变成 在我们还没有这么高端的 还没有Siri 还没有Elisa跟你对话的时候呢 Ferby就是你自己去培养出来 可以跟你对话的动物 好 他就叫Ferby 所以 早年他也非常的红 好 所以你能有一次Ferby 然后可以跟你讲话 那是好了不起的事情 好 可是你们都不知道有这东西了 好 那 当然右边这个呢 这叫电话你知道吧 这叫公用电话 对不对 好 你有没有用过 有 有 在哪里 电话里 哪边还有电话亭 捷运站 捷运站里面有电话亭 捷运站的外面吧 对不对 是吧 好 那意思是说你身上还有零钱吗 还是用电话卡 电话卡 零钱吧 就还有零钱 没有电话卡 好 非常非常少的这个电话 已经非常非常少的这种公用电话了 那电话亭呢 大家还有看到吗 什么地方有看过电话亭 电影 军营 机场 机场里面的电话亭 装饰用的吧 我看电影里面 电影里面 还有那种很怀旧的那种 对不对 超人 对 所以电话亭是不可能消失的 因为超人需要换衣服 所以永远要帮他留一个电话亭 所以像这个英国他们 有些国家他们电话亭 所以已经这个payphone已经不存在了 可是电话亭还会留下来 因为它可以变成什么 小店 它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小店 有没有 所以所有的产品最终都会走到一个衰退期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当然要去做什么 一直不断的去开发新产品 那我们对新产品的定义呢 这些方式我们都可以叫做是新产品 所以这个新产品的新呢 不要把它想做是所谓全新的一个产品 不见得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 它可以经过去改善现有的一个产品 或者把现有的产品做一个重新定位 或者你做一个新品牌的话呢 它都可以是一个新的产品 好 所以你说要创新创新 不见得是什么 从头的一个创新 这些 这一页你要看 你要记得的就是所谓的新产品 不是只有全新产品叫新产品 好 那我这边举例全新产品 像walkman像ipod 这真的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 好 从来没有一个 从来没有我们想过说 我可以把这个什么 以前的这个收音机录音机 它可能很大 因为还要加上speaker 然后就要这样提着走 然后这个sony的话呢 就把它缩小 它只要放这个cassette就好了 放那个录音带 那你就可以带着走walkman 所以它把它做了一个改变 那当然你要把它缩小体积 你当然要把音箱拿掉 那个speaker你要把它拿掉 所以它就变成要跟耳机 来做一个搭配 那ipod呢 它基本上就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 对不对 像扑克牌这样的一个 大小的一个东西 可是它可以储存很多的 当然它先把音乐 把它数位化之后 好 甚至它其实 它最重要是连接它的itube 是不是 可以直接从它的这个 网路商店的话呢 去下载这个音乐下来 所以去解决大家 买一张CD 然后里面只有一首歌喜欢 这样的一个困境 当然它也解决了一个问题 因为一张CD那么贵 那时候三四百块一张 一张CD 里面只有一首歌喜欢 所以大家只好都去做什么 都去做盗版嘛 对不对 然后就很多人就去做那种 就把很多张CD 里面大家都觉得好听的歌 就把它重新再弄在一张 去做这样子 当然还是轻换著作权的一个问题 所以 iPod 它要提供了一个solution 然后它也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所以 除了iPod本身 硬体的一个部分的话 它也搭配了一个软体 它也做一个软体的这样子的一个 做这样的一个搭配 可是Walkman 比较可惜的 你有看过Walkman吗 后来配合CD的话 它也是做比较大的这个CD的这样的一个Walkman 但是它只在音体上做改变 它没有去搭配 去做软体的这个建置 所以后来它就被这个iPod取代了 好 现有产品的改善呢 Smartphone Smartphone做了什么改善 它从不Smart变Smart 对不对 好 所以早期的手机呢 早期的手机 当你看到手机的时候 手机就长这个样子吗 还是在电影里面有看过 古时候的手机长什么样子 有吗 以前是那种卫星电话 就很大一个好像我的水杯 像我麦克风这么大的 然后我们都叫它黑金刚 所以能够拿一个黑金刚 也是很了不起的人 他是身份地位特殊的 然后这个黑金刚呢 为什么要叫黑金刚 因为可以拿来当武器 如果你看这个香港电影的话 遇到坏人的时候就可以拿来丢 好 所以Smartphone呢 从讲话的功能 变成开始可以穿这个 这个Text Message这样子 然后可以照相 然后到现在呢 当它开始叫Smart 就是它可以做什么 跟网路去做串接去做连接这样子 又增加很多很多的功能 那数位相机呢 它跟相机又做了什么改变 你们大概都不会有数位相机吧 你们这个年纪应该就不会玩数位相机了吧 除非你蛮喜欢摄影的 所以你还会买单眼的数位相机 是不是 可是在比你们再多长几届的学长姐 他们大概那时候 手机的这个照相功能不是很强的时候 大概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数位相机 出去的时候就带一个数位相机这样子 那数位相机跟传统相机差别在哪里 有底片 没错啊 传统相机要用底片啊 数位相机不叫底片了 数位相机叫什么 用记忆卡了 是不是 就差别在这边 有底片呢 要冲照片 然后这个记忆卡呢 可以选择 选择什么 选择要不要冲 对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冲 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硬 对不对 你其实不是用冲的 你是用硬的 直接就连接这个print把它印出来 好 所以 我们还有摄影社吗 有 有 台大还有摄影社 有 还有同学在 有同学参加吗 有同学 可是如果要 要冲照片的话 要用暗房 然后要底片 那如果是数位相机的话呢 应该不是用那个 应该就不是用那个什么 不用在暗房里面 就去让它再 让它 让那个什么 那个 修化影 底片上面弄的是修化影嘛 然后再去用这个药水 让它显像之后 再把它晾干 这样子 应该没有了吧 对 所以不知道怎么洗出来的 但是以前洗这个照片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技能 包括 传统照相机上面 如何去选 如何去选 放大你的光圈 如何去做焦距的选择 然后如何去用这个不同的镜头 去选景 都不是像现在的这个数位相机 好像一直搞定 这是更加是有趣的 好 好 那这个ketchup呢 番茄酱对不对 这个汉式的ketchup 等一下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照片 你们 讲到番茄酱你就想到什么 可国美 可国美 不错 非常传统 可国美番茄酱长什么样子 可国美 还好你没有记得是那个麦当劳的那个 是不是 你没有想到麦当劳 好 很好 可国美的话呢 就是一个玻璃罐 一个圆圆的 早期的番茄酱都长这个样子 好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 好 所以这个 汉式的这个ketchup的话呢 它就做了一些改变 好 让我们在使用番茄酱上面的这个方式的话呢 就更加的多元了 你就更加多元 因为它容易使用 所以你就可以更容易去使用这个番茄酱 好 新产品重新定位 这个 这个 阿姆哈姆的 这个baking soda powder 它原来是做什么 baking嘛 就是烘焙用的 好 蘇打粉 但是现在都会拿来 在美国的家庭的冰箱都会放一个 除臭 然后电脑呢 好 为什么computer前面 我们再加上一个personal 因为原来的电脑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 我们叫计算机嘛 computer 你就字面来讲 它不是计算机 计算器的一个概念 好 那 当它变成个人化 所以原来 你要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计算机的话 当然它的运算 它要做很大的事情 好 可是 但是当它变成个人化 我们都拿来做什么用 上网 我像说你很堕落嘛 也不行 好 上网也可以去收集资料 不是吗 对啊 好 所以基本上 当我们讲个人电脑 它会比较着重的 之前这个office 当它在转型的时候 它会强调就是说 这个个人电脑 已经会变成是个人娱乐的一个设备了 它是一个for entertainment 好 就不再是那么所谓的做研究功能导向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好 我放土凤梨树 我要强调的是那个土字 凤梨树 就一般的凤梨树嘛 是不是 可是 凤梨树其实是没有凤梨的 或者非常非常少量的凤梨 因为凤梨是酸的 纤维也比较多 所以 一般的这个凤梨树的话呢 当然这个太酸 或者纤维太多 大家是不喜欢 好 所以过去的凤梨树里面加的是冬瓜糖 好 是用冬瓜糖做的 好 所以它应该叫冬瓜树 好 不叫凤梨树 但是我们大家都接受 好 所以后来大家知道 原来这个凤梨树呢 是这样做成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觉得 那我们是不是把它回归 它真正的精神 那我们就用土凤梨 所以土凤梨就是没有经过改良的 最在地的 最早 但是凤梨也不是台湾的原生种了 它还是从这个外地引进来的 所以是最早引进来的这个凤梨品种 所以它是当然更酸 然后纤维是又更多 然后我们就不要绑所谓这个土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流行吃土凤梨树 你说你还在吃凤梨树就显得你比较土 一定要吃土凤梨树才表示你不土 你真的有跟上时代 好 那这个菇盆栽呢 这是这个同学讲的 那我就去Google了一下 有很多的这个 有人他原来是种这个什么 各式各样的菇嘛 那个吃火锅常用的这些菇 好 后来他就把它变成 用在一个小盆栽里面 用纸包装起来 然后他就卖给消费者 消费者就拿回去放在办公室里面 没事就加他两滴水 然后有一天那个菇就长大了 好 很疗愈 就看着那个菇长大 就这样 就变成是一个疗愈商品 所以他重新定位 所以菇盆栽呢 不再是为了吃了 就是这个香菇不是为了种 这个菇不是为了种来吃 是为了疗愈的 好 看着这个菇长大的过程 你的心情就会变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转变 那你说他是新产品吗 他只是重新定位 好 他原来的这种食品 把它转换 变成是一个疗愈的商品 镇头呢 庙会里面常常出现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已经把镇头 把它重新定位到什么了 变成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文化里面的一部分 对不对 他甚至是变成是我们宗教艺术里面的一部分了 他已经变成是一个 不管是透过电影啊 透过这个媒体的一个介绍 他已经被重新定位 这个镇头的话 已经不再是 就是过去镇头好像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庙会活动里面 会去参加镇头的 好像都是一些这个 相对来讲 我们所谓的不良少年 会去参加的 然后他会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环境 但是我们看到 他已经现在重新定位 他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 提升到艺术层级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镇头的话 就有不同的 已经有不同的一个认知了 所以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的转变 好 新品牌的话呢 我觉得例子是Luxian 因为你知道Luxian它的前身是什么 它就是玉龙 好 就我们台湾的这个 叫我们国产车吗 我们的引擎还是进口啦 但是至少其中60%以上 就是我们自己自制的零件 或者我们自己组装的话 我们就说还是叫我们的国产车 所以 玉龙的话呢 相对当然在这个路上 他是走的 走的非常辛苦 可是Luxian的话呢 这个品牌推出来的时候 就比玉龙好听很多 是不是 下一个 我们讲产品线 Product line 一个产品线 它讲的 一个产品线的话呢 就是它的产品是要相似的 就是同样是一个产品 然后 所以它就可以去定价格 跟我们 后面要讲的这个价格 是有相关系的 但是它会有一点差别 譬如说这个size大小不一样 像旅行箱 好 从最小的这个登机箱 好 然后要到什么这个 20寸 26寸到29寸 多少寸 好 它就会一系列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叫做一个产品线 好 那或者像这个手机 是不是就有不同的颜色 好 在颜色上面的话呢 它也变成一个产品线 好 就是它其实它都一样的产品 但是呢 它就是在颜色上面不一样 好 那同样的这个系列的一个产品 在这条线上 我们在乎的是它的长度 我们在乎的是它的长度 也就是说 它到底有多少件 好 它到底有多少件 在乎的是这个长度 好 所以像颜色 它有多少长度 然后像这个行李箱的话呢 我们就会在意说 它的尺寸呢 有多少 好 好 那把很多的产品线 把很多产品线放在一起呢 它就变成产品组合 好 变成是一个平面来看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产品组合 好 就几条生产线 那每个生产线有长度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平面 这就叫生产组合 好 好 那这个生产组合的话 当然我们就会看 线讲长度 好 然后这个面的话呢 我们会讲它的一个宽度 好 我们就讲它的一个宽度 就是你有几个生产线 就叫变成生产组合 里面的一个宽度 然后 当然有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再把它往什么 就可以把它同时 再去往这个深度 好 再综合 再综合这个 生产线 再把它往这个深度上面 好 比如说 这个产品线上面只有颜色 那我可能再把它做一个深度的话呢 比如说 这个什么 iPhone iPhone 7 iPhone这个 Plus 它就在这个 这个 同样这个产品下面 它就加上一个规格 一个Plus 就是那个 螢幕比较大的这样子 好 所以它同样的这个 iPhone 7 这个地方 它有几个颜色 然后Plus这个地方呢 它有几个颜色 然后它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差别 就是它的记忆体的大小 另外它的记忆体大小上面 去做这样的一个 做这样的一个区隔 这就是产品组合 好 那 对于这个 现在现有的这个产品 刚刚我们讲过新的产品 开发对不对 有那些想法 中间我们包括了一个 所谓新创产品里面 就是把现有产品重新做定位 那你产品要重新做定位 好 刚刚我只举的例子而已 你真的要做定位 可以有三个方式 课本介绍的三个方式 第一个呢 你可以在品质上面做改良 第二个你可以在功能上面 来做改良 第三个呢 你可以是在它的这个外观上面 好 在比较是视觉上面的话呢 来做一些改良这样 好 所以像品质改良 我觉得例子是 洗机 可以用水量减少 你会不会觉得 对啊 品质提升了是不是 好 以前要用很多水来洗衣服 现在的话呢 就可以帮我们省水 好 然后这个 这是我刚好看到电视讲的 好 传统的电锅呢 它把它加上压力锅 好 因为压力锅过去是压力锅 电锅是电锅 所以电锅同时兼具了压力锅的这样子的一个 好 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 那第三个 视觉上面的一个改良的话呢 好像日系最喜欢做这样 有没有 日系的冰箱 好 它强调它的面板啊 然后它可以跟你的这个厨房啊 怎么样去做搭配啊 好 或者你刚刚看的那一个 那个 OB的那个产品的话 OMB的那个产品 它的那个 电子产品的话 就是要让你的这个室内装潢的话呢 可以变得更漂亮 直接把你的这些高端的电子产品 跟你的室内装潢的话呢 做一个 好 做一个连结 那这个产品线的扩充呢 最线的扩充 好 我们讲 你可以把它延伸 往上 往下 或者两边同时延伸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空缺里面 在这个线里面 它只要不连续嘛 你中间都可以插进去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填补 那你也可以做什么 缩 你也可以把这个生产线的一些产品的话呢 就把它淘汰掉 好 那第三个 这个产品淘汰呢 是已经开发出来了 结果可能一向是没多久 你就把它淘汰 像Google Glass Google眼镜 还没有来得去买 然后它已经不上市了 对不对 好 所以 刚刚之前呢 这个大张旗鼓的假 Google的眼镜怎么好怎么好 结果呢 世代之后大家觉得头会晕 然后会造成什么什么样的困扰 Google马上就什么 下架了是不是 好 所以 特别要讲这个地方 有些东西不是很好的产品 你是不是真的就能够 好 不要出去这个 每卖一个就会赔一个的话呢 你真的就要当机立断 要马上去直学 好 所以像Google Glasses 然后应该要加Yes吧 好 是眼镜 好 好 那如果你要全新的去开发一个产品 全新开发一个产品 好 我们大概有这几个步骤 好 当然你要先有这个创意的发想 好 再来你要去筛选 好 好 那这很多的idea呢 可能在第二个阶段大概都被删掉了 好 第二个这个阶段 筛选这个阶段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 所以你要定很多的指标出来去筛选 你要去筛选 好 好 那你可能考量的指标像什么 消费者真的有这个需要吗 好 所以就像这个Google的这个眼镜 他就说我在眼镜上面 那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收email 我就可以干什么干什么 好 但是你的眼镜好像 没办法一下子这个 在那招来招去晃来晃去晃的很厉害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他真的有这个需要吗 你有很好的功能 那但是消费者真的有这个需要 你要很确定这个需要是存在的 再来的话 当然你就考量开发成本的一个部分 好 开发成本 那这当然延续的 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开发 好 还有我们有没有这个财力来开发 好 那 我记得 这个 有一个那个做 做那个隐形眼镜的一个广告 好 一个做隐形眼镜的一个广告 有没有 他就说他们这个隐形眼镜 他说一般的隐形眼镜 不是强调舒适 就是强调它的保湿 好 他就说我们这家公司 就把这两个项目 变成是一个挑战 我们同时要把它做到 记得那个广告吧 好 我去再看一下 好 就这么一个广告 好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它的名字 所以 一般我们着重的是这个需求 这个需求 可能把两个并在一起的时候 是有技术上的困难 值得开发吗 各家有各家的优势了 我值得把它并在一起吗 我把它并在一起 我可能要开发出一个新的技术出来 我开发这个新的技术 跟后来消费者会不会选择 好 我卖的这个价钱 会不会引起消费者的一个选择 就变成是我要去考量的一个部分 那很显然 这家公司有在做 那应该它已经突破了 所以它的这个idea的话呢 在这个筛选过程被保留下来 好 所以当你的idea被保留下来 我们就要长期去做什么 concept development 你就要idea是还没有 还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还在那边讲而已 或者你只是画图把它画出来而已 那这个所谓概念测试是真的要把它做出来了 它大概真的要长什么样子 那所以从我们的 从我们的这个产品发明的角度上面 我们要去定义这个产品 是什么样 会是什么样的产品 还有什么样的功能 那从消费者端来讲 你会觉得这个产品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会去 如果是消费者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产品是 这个隐形眼镜戴起来很舒适 很透气 可以戴很久 之类的这些东西 所以那个concept development 就把它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我去讲这个观念的时候 我跟消费者是可以沟通的 这是观念测试跟发展很重要的阶段 我的观念跟消费者你的期待 我们两个是可以对话的 我们要开始形塑这样的一个 形塑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机制出来 所以我知道你的需求 然后我也去开发了 我也觉得我有能力开发 我把它开发出来 再下来我就要开始去跟你做沟通 我做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跟你心里所想的 那个需求是满足的 那这时候还是要做一下 这个business analysis 市场规模到底有没有 好 那有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去做小量的产品 小量的产品 真的把它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要做一个测试 试销 好 然后再来呢 真的是commercialization 真的就要上市了 好 那你到底第一批要生产多少 上市时间 上市地点 谁帮你公布这个新闻 很重要吧 对不对 好 你的那个第一波 它要退出来 好 好 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把它推出来 好 所以 好 好我们刚才讲 这个大展 你要去展 大展也有 你要去展什么 当然就是要把你的这个什么 新的一个产品 那个概念 在那个展上把它展现出来 好 你在那边就先去做一个测试 所以你常看到说 很多的这个汽车大展 他们都会说 这家公司 他们又把他们的这个概念车 他们概念车把它拿出来展 好 那媒体就会去报导说 这本家公司 他们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概念车 会长什么样子 大怪什么样子 所以他其实也是在做一个水温啊 设计师想的 研发者想的一个想法 消费者真的会接受吗 会不会太先进的超过 超越消费者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些展览 这些展览的话呢 对一个企业来讲 对企业来讲 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 一般你去那边 从那个展览里面 也是你创意发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也是把你的概念呢 拿去那边做测试 好 去做测试 好 所以你必须要记得 当你进到一个产业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知道说 这个产业所有的精英都在哪里 这产业的精英在什么地方 你就要去跟他们接近 好你要去跟他们学习 你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好 就像你进到台大来的时候 什么样的社团里面最多精英 是不是 就应该去参加那个社团 不是吗 对不对 农金系学会 是吧 所以你就应该到农金系学会去 好 那这个 刚刚上市 好我再跟大家重复一次 上市很重要的是 你要预估好你的产量要多少 什么时间点去上市 好 你像 现在是冬天 你这个时候来 賣这个比基尼好吗 好不好 其实也不一定 搞不好你的比基尼是很特殊的 冬天也可以穿 好 如果搞不好这样子就还是有希望 好 你可能这个连接度不是很强 好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效果的话 你就把你自己定出来一个不一样的概念 大家就说 这个冬天会期待 也可以看到比基尼的这个泳装上市 好 我特别放这一页呢 这是课本的资料 每一个 每一家公司呢 其实都有失败的产品 好 你从微软 苹果 然后这个 Bobby Bobby的什么 Ken Bobby那个 Bobby娃娃的男朋友 也曾经失败过 好 这 很多的这个产品 它这个大厂牌它都有失败的经验 好 所以我特别放这一页就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很多的产品呢 真的不见得你上市都会成功 好 连这些大厂都有这样失败的经验 那你又何必怕失败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怕失败呢 好 来记得前面有跟大家讲过 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你连市都不是 那才叫做最大的失败 好 所以记得这一页 好 记得这一张 大厂都曾经失败过 都有这种失败的产品 那你又何必怕失败 好 每一次失败你都把它当做是一个教训的话 你都从里面学到经验 那当然你会是越来越 你的这个研发的能力是越来越好 好 品牌 在行销里面大概最核心的部分 在讲产品的时候 品牌就是产品的一部分 好 产品就是品牌的一个部分 那品牌呢 当然它包括了一个名字 包括了一个术语 好 包括一个符号 好 好 然后这个 或者是它甚至都会 还有一个这个象征的一个物品 好 还经过设计 或者把它 不管是这单独存在或中和存在 那基本上就是 我们希望 让消费者可以辨识到你的产品跟你竞争者的一个差别 好 所以简单来讲 或许不管它是哪 前面讲这些东西里面 或许我们就把它归类 它你一定要有一个名字 就像每个人你都有一个名字 好 总不会说你就这边LiH这样子 好 一定要一个名字才可以 才可以称呼 好 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辨识的 好 除了那个名字之外 你一定要还可以辨识的 好 那这是一个 这是所谓品牌 好 可是我们说商标呢 trademark 好 如果你把品牌拿去注册之后 它就变成是一个商标 好 你如果有去注册的话 那 如果是 就是你这个公司的名字 它就只是一个tradename 好 就是 这个公司的这个名字的话呢 好 我们把它叫做tradename 好 可是注册之后的品牌 它就变成是一个商标 好 所以 你讲品牌 如果你没有注册 就没有被保护 好 你要好好去发展你的品牌 你就一定要去把它注册 好 你就一定要去注册 让它去变成是一个商标 当然你在注册的过程里面 需要去花钱嘛 好 要一些费用 好 那 那 有了这个商标有注册之后呢 你真的万无一事吗 很消极的说法啦 你有注册的话呢 只是说 当人家来告你的时候呢 你可以提出反驳说 我有注册 好 你要听清楚是 人家来告你 不是你去告人家 好 就积极的想法 你说我把我的品牌去注册了 我取得这个商标权 那我是不是任何 冒怨我的商标的人 我都可以去告 就去这个诉讼他们 好 但是你要花很大的精力 去做这样一个检举的事情 好 所以你唯一的 只是很消极的保护说 当有人来说 我是侵犯他的商标权的时候 我可以主张说 当然这是我注册的 好 这是很消极的一个做法 好 所以很积极的 你认为说 有这个商标 我就万无一失了 我就可以高枕无忧 真的不是这样子 具体 在实物上的做法 不是这样 好 那这个名称的话呢 这个名称或这个图案 你要记得 它一定要什么 记忆性好 对不对 好念好记 好 顺口 很快念出来的 好 或者是它要有一些意义 好 让人家跟你的产品呢 可以串接在一起 好 那 要能够去拿到商标权 它就必须要能够被保护的 好 它能够被保护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法律上 可以给你这个独特性 给你 法律上可以保障你的 所以 我们说很多的地名 你大概就是没有办法 去申请这个商标权 你没有办法把它注册 变成是一个品牌 好 所以我们平常用 常用的一些语 就 有人就说 台大是不是应该要去注册 好 不然外面不是什么台大補习班 那它不是 到底 人家以为台大補习班 跟台大是不是有关联性 好 所以台大应该去注册一下 但是台大不能够去注册啊 好 你可以说台大的校会可能去注册 但是你说台大这两个字呢 好像 它的这个被保护 它的保护性就没有那么 就不是那么存在 好 所以在法律见解上 我们可能是拿不到这个注册 不能拿到商标权的 好 那转移性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品牌 因为你有可能在品牌策略上的话呢 好 同样公司的品牌 同样公司的产品 我都会给它同样的品牌 那所以不同的产品 我都要给它叫一样的品牌 好 我都要给它挂一样的品牌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 原来这个品牌跟食物有关系 后来我要把它拿去跟这个衣服有关系 能不能做得到 好 像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它是一个品牌 但是无印良品有多少东西 它什么都有 对不对 它卖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嘛 它有胡适 它好像也有这个日常用品这一些 但是无印良品原来它是一个设计公司 它是从做设计开始起身 然后它把这个品牌做出来 那也就是说 无印良品 你好像 确实是可以转移 对不对 我强调是什么 良品是不是 重点在那个良品 好 所以只要是良品的话 都可以 纳在我这里面这样子 所以 它的那个转移性就比较高 所以 同样的 刚开始你在设计这个品牌 你有想 如果我是专精在这个产品系列的话 或许这个东西对 这个品牌的转移性对你来讲 不是很重要 可是你要想到更大的延展性的时候 你就要想 那我是不是这个品牌 它真的可以适用到其他类的产品里面 但就是产品适应性的一个部分 好 这当然要考虑到说 我们可能要去走国际市场 那所以在国际市场 不同国家的文化呢 他们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品牌 好 像这个Axon是不是 即将接美国的这个 如果国会通过的话 他就可以接美国的 国务卿的 这个Axon的 Axon美孚的这个CEO Axon本来的这个名字的话呢 它不是用这样的一个符号 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名字 可是到日本去的时候呢 那么那个字的发音 就跟日本的那个 那个 车祸啊 造势啊 那个字好像是有点类似 所以在日本人 当然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 加了这个油之后 车子就会出车祸 好 那这叫谁都不愿意用 好 所以他们只好去 他们就去更换了另外一个品牌 更换另外的一个名称 或者去做其他的一个改变 所以适应性 在不同的文化 你是不是都可以做 像大家都知道那个 有一个什么 万字的那个酱油 有没有 有一个那个佛教的那个符号嘛 那个万 可是那个跟那个 纳粹的那个符号 又还蛮像的 所以那个产品 它要输到欧洲去的时候 大家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 它可能有一点是佛教上面的一个符号 可是感觉常乍看之下 就会跟纳粹的符号蛮像的 所以适应性不同的一个文化上面 那当然还有你的名字 是不是相对要讨喜吧 你不要去取一个 大家都不喜欢很贤悟的这个字眼吧 不知道 但年轻人的想法是不太一样 越贤悟的字你们越喜欢 不会吧 会吗 贤悟 不喜欢 好 那这个被保护性上面来讲的话 常常我们都会举一些例子 譬如说我们叫手扶梯 escalator 对不对 它原来是一个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 然后它本来把它叫做这个品牌 叫escalator 可是我们现在都把它叫什么 就它变成是一个常用 就变成是一个英文单字了 变成手扶梯的这样的一个字 那像aspirin 它原来也是 原来它也是要做一个品牌的 可是现在都已经被替代叫什么 就那种 那样的一个成分 还有这样成分的这种药品的话 就叫aspirin 就变成是一个常用的一个 就常用的一个名词了 它就没有 它就没有这个保护性 所以它也没办法 现在也没办法取得这个商标权 所以你就要很小心 你要很小心在取这个品牌的时候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注意事项 你就要去 就要去留意 那品牌类型的话呢 第一大类就叫没品牌 generic 就是没有品牌 那相对的就是有品牌的 那有品牌的话呢 我们有制造商的品牌 那或者就把它叫做所谓国 就是它可以是国际的品牌 制造商的一个品牌 相对应的 也叫做这个 对应这个private的话 manufacture它对应的是 distributor 制造商它们的品牌 它就用这个品牌 它可以去走向世界各地 所以又有人把它称为 national brand 那distributor的一个brand的话 是从通路商来建的 从通路商来建品牌 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private 又叫private的一个brand 所以像asset 像gylon lockgene的话 它都是制造商的一个品牌 那像这个通路商的一个品牌的话 像Costco 它是不是叫Cookland 这个品牌 就是你去Costco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有其他 同样的这个 同样的这个 厨房用的这个纸巾 你可以看到这个bounty 可是你在旁边 你可以看到是什么 Cookland 它们自己的 它们自己生产的 那像Seven 它有很多的产品 在它的这个通路上上架 但是它有另外一个系列呢 就叫Seven Selector 就是它们自己的 Seven Selector 就是同一超商 它们自己的distributor的一个brand 那爱买它们自己呢 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品牌 叫做最划算 然后大润花好像也有一个 那为什么通路上 需要有自己的品牌 好理喔 确实 因为 其实通路上的这些品牌的话 好 原来的品牌都是 同样的产品 其实有很多产品 可能是制造商 也可能制造商 帮人家代工的 所以同样代工的话呢 我自己同样 请这个厂商 来帮我代工 那我挂上我的品牌 某一种程度上 也可以增加我的产品的 让消费者的选择多元性 那另外 当然我也可以降低比较 这个成本上面的拉架 我会比较便宜 对消费者来讲 又增加了多一个新的一个选择 好 所以distribution distributor的这个brand的话呢 对这些大型的通路商来讲 他们就变成是很重要的 因为 对通路商 基本上是应该没有品牌 对 Costco就是Costco 所以他也可以帮他自己呢 去做出他们自己的这个特别的这个一个收入的一个来源 好 那另外一种品牌就是授权 好 像星巴克 他就跟这个 统一企业的话呢 他就授权统一企业 然后就在台湾呢 开启了这个星巴克的一个分店 好 那麦当劳基本上他也是有做授权 Burger King 还有Subway的话 他们也都是这个品牌的话 就他不是在台湾成立分公司 他是跟台湾授权台湾的某一个企业 在有这个企业 他们自己去开 或者他们就是直接授予台湾很多个很多个商家 让他们自己去开分店这样子 好 那还有共同品牌 像这个iPod 他会跟Nike他们合作一个是什么 就是你听音乐 然后走路啊 可以这个去计算你的这个步数啊 或者是Asus Asus 对吧 他跟这个 这叫什么 Gami 是不是 那个卫星导航系统 他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合作 好 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哈雷机车嘛 那哈雷机车他们每一年都会有这种 全国新的这种活动 叫Rally这样的一个活动 拉利是不是 拉利塞之类的 好 就全国的这个哈雷机车的这个 所有的驾驶人 他们就聚集 然后就会去绕 去绕那一大圈 好 所以让他们去这样子的这个 去这样子 有点像是旅游 好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当然他们需要住宿 好 所以他们就跟Best Western的话呢 去做这样的一个联名 好 所以大概到暑假的时候呢 那你就看到美国的高速公路上 就有这个一大串的那个哈雷机车 就在路上 好 就这种一大串 好 好 那在品牌策略的选择上面呢 好 就是 刚刚我们讲这个制造商 它你可以制造商品牌 但是制造商的一个品牌的话呢 你可以说 在这个品牌之下 好 Loggin就是Loggin 所以下面全部所谓 不管什么样车型 通通叫做Loggin 好 全部都叫Loggin的这个车子 这就是家族品牌了 好 那我也可以呢 是在这个制造商之下 不同的产品线 那我都给它一个不一样的品牌 好 我都给它一个不一样的品牌 好 好 所以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看这个 PNG 好 保险 保险 保险实业的下面 SK2是他们做的 好 还有 很多的洗髮精啊什么 都是他们做的 好 所以 它就在不同的产品 它都给它一个名字 然后他们自己的这个总公司呢 就叫做保险 好 PNG的这样的一个集团 好 联合利华大概有类似的一个做法 好 所以你现在可以很仔细的到超市里面去看每一个 好 这些我们常用的这些 日常用品的话呢 好 你就大概可以看到 它的制造商 好 它可能都有一个 它甚至这个洗髮乳 它有很多种 很多个品牌的洗髮乳 可是你看一看背后呢 欸 其实制造商都是同一家 好 它都是同一家制造商 所以它选的就是个别品牌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好 那这两个策略到底 有没有哪一个比较好 就是 当然 就是自己公司不同的一个 这个主管不同的一个想法 当然还有它的一个产品 它产品的一个选择 甚至在行销 总体的行销策略上 它也有不同的一个考量 所以它做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这个ketchup 大概讲到包装都一定会拿这个例子出来 刚刚讲可口美对不对 那个玻璃罐那个头然后就转一转 然后每次在那边倒的话 就要很辛苦的这样子 一直一直很用力的 然后把这个番茄酱挤出来 可是当它变成这个squeeze 这个瓶子的时候呢 其实它特别解释 这个盖子的头呢 大拇指一推它就可以打开 然后手一压 它就全部挤出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 在包装上面的一个创新 所以包装也是产品的一部分 刚刚讲品牌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你的包装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包装有什么 有什么功能 那保护这个产品嘛 然后要携带方便 你在运输的过程 能够帮你节省这个 运输的这个空间 然后这上面是不是 还是可以传递一些咨询 在你包装上面 你可以传递一些资讯 你看到这个罐子 你就知道说这个一定是什么 就是汉氏这个牌子的catch up 那或者别的牌子的话呢 它们就变成是 因为它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别的牌子要突破它 除非你再做一个新的造型出来 所以这个包装本身就会给你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了 所以传递资讯当然也就是在保护你的智慧财产 包括你的这个品牌都在上面 那它还建立你的这个品牌形象跟这个可以让你去推广 所以它是一个行销的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行销的一个工具 那当然包括我们刚刚在讲新产品的时候 是不是有讲到这个例子 所以包括用这样的包装的一个改变 我们说去改善它的原来产品 这都是一个新产品 这都是一个新产品的一个概念 好 另外举这个例子 像礼拜有跟大家讲过路明明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产销履历的部分 是不是 好 然后 这个图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这个包装你想到什么 这是101 这个地方一定是从我们的农场看过去 对不对 从我们的那个台大农场看过去 可以看到101 好 所以你马哈年翔呢 这个稻米是在哪里 在我们台大农场种的 那这几个种田的人呢 都我们台大学生在种 不是吗 在台大那是谁种 不是学生种就老师种嘛 不然要谁种 好 是不是造成这样的联想 外面的消费者不会想到台大有工友 他一定想是台大学生台大老师 一定这样想嘛 你还没进台大的时候 你知道台大有很多这个工友吗 不会吧 你知道台大有老师有同学吗 是不是 好 贴上这个呢 2016总冠军名 加分加好多是不是 好 所以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 好 如果没有这个总冠军名 这一个一公斤呢 好 卖个180吧 在贴上总冠军之后呢 至少250起跳吧 是不是 好 好 因为这个价值是消费者认知的 好 那我另外举这个例子 好 这是同样的一个茶 这是我在这个瓜地马拉的时候 一个这个印第安人部落 他们生产的这个茶 那我所要讲他们 因为他们最开始制造这个红茶 是跟我们台湾学的技术 是我们台湾带过去技术教他们 甚至他们的第一部的这个干燥机 也是我们台湾送给他的 可是当他们规模做搭之后 他变成来跟我们台湾采购 好所以这是一个永续的一个关系 这是他们旧的包装 好 这是他旧的包装 好 那这个茶的名字呢 就是说他的 这个西班牙文的意思是说 他是在三癌边的 三癌边的这个生产者的意思 三癌边的一个部落 所以他是在 其实是在尼加拉瓜非常 在瓜地马拉非常重部的一个 好 一个山城里面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生产的 好 那后来他们就换了这个新包装 这两个包装你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好 这个是新的 那这边他加上很多的这个什么 认证 好 就在下面 因为他拿到了这个有机认证 好 去拜访他的那一天他正好拿到了 好 然后他们就 这个这个标签上面 好 就是他 他拿到的是Global Gap的认证 他已经有当地的有机 好 那天他拿到的是这个欧盟的一个认证 所以他 其实他要把他东西卖到欧盟去 是相对容易的 对 我也问他同样的问题 这两个包装 就像同学讲 有人喜欢右边有人喜欢左边 好 所以他会说在超市上面 我们还是用什么 传统的包装 因为消费者已经认清了 好 或许很多的人不是字 但是我认什么 顏色 我认那个包装 确实 他就认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那当然我如果要卖到其他 我要拓展新的市场的话呢 我可能就要用什么 右边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把我的这个产品做一个新的一个定位 好 所以在传统市场 在这个传统超市里面 这个传统的一个包装 这一盒可能只是卖几块钱而已 好 可是右边的这个包装的话呢 让他去打城市 让他打他的出口 去打他周边 甚至卖到美国 卖到欧洲去的时候 他整个这个包装的这个 让这个产品的形象提升 所以他的价钱上面 当然他可以相对提升 好 所以这两个包装呢 其实或许他可以并行不备 甚至他可以选择是用什么 两个品牌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诶 个别产品 那我就可以有个别的这个品牌 也是可以这样子来做思考 好 那标示呢 刚刚讲的是包装嘛 所以上面 你看你一定要有品牌 你这个包装好了 没有品牌的话 这个包装是不是也是 好 就像这个项羽讲的 警衣夜行 谁知道你工程名救回来了 好 所以你这漂亮的包装 上面也没有一个 想亮的一个品牌的话呢 当然这个包装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这个是互相搭配的 好 那标示呢 可能是政府的一个要求 法规上的要求 比如说你要标示产品 要标示制造商 你要标示这个 是不是有安全要检查 好 然后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上面 说你要标示 它的这个营养成本 像这些 好 还有这个成本这些标示 这都是法规要求你要标示的 好 那这个标示的话呢 除了这基本标示之外 你还可以讲什么 通常你不是上面 都还会加上一些警语 像现在都还要再加上什么标示 说它是不是含有什么 过敏源 对不对 好 就会强调说含有过敏源 那如果你很仔细的看 现在这讲的过敏源 要怎么样标示 它会告诉你说 我虽然没有含有花生 这些会造成过敏的一个原料 但是我生产过程里面 我的其他生产线有这些东西 所以还是可能 我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交叉的一个影响 好 就是你会去看到 我们对过敏源的这个地方 已经有特别要求要标示 但是要怎么样去标示 这个厂商 它们有它们的因应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你是不是大概 又可以发现一些新的 一些新的知识 原来哪些东西哪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些重要的过敏源 你自己可能不知道 你其实不适合吃 不适合吃坚果 你不适合吃面粉的 但是你吃了一大堆 所以你就过敏得非常严重 好 所以这是资讯全部的一个部分 当然在这个包装上面的话 对厂商来讲 它可以做我们存货管理 它包括譬如说它有一些条码 好 产品的这个本身的一个条码 这个Universal Product Code 这个部分 好 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不是几号的条码 代表它来自哪个国家 它来自什么地方吗 像现在一直在讲 日本的这个核灾地区的一个食品吗 那个几号的话 就代表哪一个县市 有吧 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传闻吗 好 所以这就是这个产品条码的一个部分 好 但是 这个 授与条码的这个组织来讲 他们说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 好 它不见得是说 因为你在什么地方生产 就给什么地方 就给你什么样的条码 而是你是在什么地方生产这个条码 不是你制造 不是根据你的制造 是你是这个产品在什么地方生产 所以它就给你那个当地的那个条码 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 你可能要再做一些深入的一个了解 当然 如果你再加上这个 这个RFID的这样子的一个条码的话 对你自己存货管理相对就比较 比较更加容易的一个 你自己也可以更容易的去做这个 去做自己的这个存货管理 你在跟你的这个 仓储的这个电脑系统的话呢 这软体系统可以做一些衔接 所以为什么可以做促销呢 有吧 有些促销品它会直接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说这个什么 买二送一买什么 直接打在那个上面有没有 甚至它可以在那个 它可以甚至在那个标示下面就告诉你说 剪下什么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 好 扫上QR Code的话呢 就可以怎么样子 是不是 所以这些都是在标示上面的话呢 就变成包装 你的这个标示 现在都会变成是 你可以拿来做 我们讲 沟通communication promote的时候的一个 做这样的一个媒介 好 这是产品 所以你现在对产品的认知 不再是产品 就我们刚刚前一节讲的 你卖香蕉 你现在卖香蕉 你是卖那一根香蕉呢 还是卖这个香蕉 再加上一个品牌 再加上一个塑胶袋 这统一做的事情不就这样子吗 统一超商 对不对 好 如果你在一般的这个 传统市场的话呢 你的香蕉可能就是一串的香蕉 没有品牌 好 它就摆在这个摊贩 摊位上面 你是认那个摊贩 你不会去认说 这个香蕉是谁生产的 你生产时你都不知道 好 经过谁的包装处理 你也不知道 可是到Seven去的时候呢 你会知道说 最终处理的叫 统一超商 然后它会帮你包装好 是不是 一根一根香蕉的包 好 或者它会两根香蕉一起包 是不是 好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两根的比较便宜 是吗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两根包的香蕉它的品质一定是 比较细一点 比较小跟一点的香蕉 好 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所以不要被骗了 好 所以 刚刚讲的 如果你买的是一般传统式的超商 一般传统的这个香蕉 就是香蕉本身 可是你去超商买的香蕉呢 那个产品是什么 包括了香蕉本身 包括了那个塑胶袋 对不对 包括它销售的地点 好 我们在大 我们在比较大的定义上面 来讲产品的话 除了产品本身 你真的要消费的那个部分之外 你的外包装 你的品牌 你甚至在购买的那个环境 它都是产品的一部分 所以 同一超商的香蕉 为什么一根卖28块 你在传统市场 你是可能是 三根香蕉28块 可是你在同一超商 你买的是一根28块 为什么 包括它通路的本身 那个换卖的一个环境 包括它帮你包装处理的这个部分 通通都是在这个产品里面 所以 你要想 当你讲产品的时候 你不要直接想到 凤梨本身 你不要只想到香蕉本身 你要想的是 我现在要卖凤梨 我怎么卖凤梨 所以 当它变成是一个 当它是一个高档 你卖比较高的价钱的时候 你的凤梨是要经过包装的 不是吗 你要有一个 有一个很好的纸盒 你可能要用提的 这个凤梨上面 可能要买一个蝴蝶结 是不是 上面可能还有一个QR Code 消费者不满意的时候 还可以打这个 0800的这个免付费的电话 是不是 然后就像你们讲的 它可能都还要有 产销利率 还要告诉人家 这个凤梨皮要怎么削 是不是 要用什么刀来削 还是要附一把刀 告诉人家怎么削这个凤梨 对不对 最好凤梨皮还可以回收 让消费者可能更高兴 是不是 所以产品 以后讲到所谓的农产品 或者农产加工品 你必须要把包装 把标示 把品牌 通通放在里面 一并思考 而不再是只有单一的产品 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 产品的时候 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讲品牌 讲包装跟讲包式 因为它们就是产品的一部分 好 那价格是什么 价格是消费者一定要付的 可是呢 对生产者来讲呢 它其实是最有弹性的 好 我可以流血竞争嘛 是不是 我可以都不赚钱 然后即使在成本之下 我还是可以卖 我只要能卖得出去就好 我只要把我东西卖出去 好 然后我可以打 我全部卖掉 然后我可以把我的这个 变动成本收回来就好了 甚至呢 我让我的对手 卖不出去我就高兴 是不是 好 所以它是最有弹性的竞争武器 好 当然它最有弹性 它也就影响到 直接影响到你的营业 跟你的一个利润 但是价格本身呢 它也传递了一个产品资讯 一般你会认为 越便宜的东西呢 大概就是品质比较不好的 对不对 价格越高的呢 大概就是相对来讲 它应该是品质比较好的 它应该是比较可以信耐的 一个产品 是这样子吧 好 所以价格某种程度上呢 它去反映了我们对 对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个认知 好 那你在定价 通常我们在定价的时候 好 你要定什么样的价钱 有几个考量的 有几个考量的 这个要素 第一个 譬如说 如果你考量 我是要建立高品质的形象 那你的价格就是要 越高越好 是不是 如果你要提高市场 市场占有率的话呢 你是不是就要相对比较低的价格 你才能够在很快的速度 抢到这个市场占有率 如果你要牵制你的竞争对手呢 竞争对手定10块 你就定9块半 不是吗 你都不用动脑筋 他定10块 你就比他低一点就好了 你就可以牵制他 是不是 好 好 那如果你要抬高你的这个 绩效 好 我们叫Return on Investment的话 你的这个投资的一个报酬率的话呢 就是你要增加你的现金流量的话 那你当然在价格上面 你可能也要是选的是 比较 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好 那生存的话呢 台湾很喜欢讲杜小月 杜小月 好 那个蛋仔面 有没有 就挂了一个名字叫杜小月 就说景气不好的时候呢 好 可能被公司裁员了 好 好 或者是原来开的这个 开的餐厅呢 好 因为景气不好 所以生意相对是比较不好 好 所以我就怎么样 比较便宜 我只要我的营修 能够去打平我的变动成本就好了 好 我就不去考虑固定成本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价格 当然是相对比较低 但是我用 我用变动成本来做考量 好 这都是你在定成本时候 要去考量的一些要素 好 或者我们讲 就是我们的这个定价的一个目的 那定价方法呢 最常用的大概就是成本加成 好 把固定成本 把便宗成本算出来 然后就想 我要加多少成的毛利 加两成加三成 好 就把它加上来 mark up上来 就比较容易计算 好 那所以你在计算的时候 你并没有去考虑说 那消费者呢 他到底有没有不一样的需求 好 然后 然后 我的产品对消费者来讲 会不会有不同的 这个 我给消费者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 然后 我没有考虑到我竞争对手 就很简单的 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看 我的成本是多少 我就是要三成的毛利 我就是要五成的毛利 好 就这样子定价 好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大家还是用的最普遍 那 所以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定价 你说我没有考虑人家的需求 没有考虑价值 好 没有关系 在我定价的时候 我就先试算一下 我定这个价格 那我要卖多少的量 我才可以随意两瓶 好 所以我们都会再补充一个 加随意两瓶的一个分析 我定100块 我可能要卖1000个 我才卖得掉 那我如果定200块 我可能只要 卖这个500个 好 我就可以随意两瓶了 那我应该定100 定200 好 这是随意两瓶的一个想法 好 我定100块的话 那比较便宜 但是我量要多 我才能够达到随意两瓶 好 那我定200块 价钱比较高 量当然减少了 问题是200块呢 我可能卖不掉 是不是 好 所以随意两瓶 当你在做成本加成的时候 你一定要搭配 随意两瓶的一个分析 不同的价格 搭配不同的一个数量 随意两瓶的一个数量 自己颠颠看 那这个价格 到底我能不能卖得掉 然后需求定价的话呢 就是一般我们常常讲 我可以根据消费者 不同的需求的话 那我当然就可以做 差别定价出来 所以像电影院 早场舞场 或者音乐会里面的话呢 做第一排的 做后面一排的 这个价钱是不一样的 这都是差别定价 那当然现在最新的就是Uber 是不是 在Uber的时候 不是就可以 你跟那个什么 司机可以去讨价还价吗 同样的这段路程的话 基本上 你可能这个价钱是不一样的 它就是有这种动态定价 这样的一个机制 除了Uber之外 另外还有个 叫什么 Lapt 是不是 好 它其实跟Uber是一样 都是叫车的这样的一个软体 那 网络上有在比较这两家公司 那Uber的话呢 就有看到的资料 它说Uber Uber的司机要四分之一的这个 收入要交给这个公司 这个Lapt 的话呢 就是不用 所以看起来好像 它会比较有竞争的优势 但是 应该说在台湾 他们都面对很大的问题 他们没有 台湾的这种 这种 这个 有点是 帮人家驾驶 提供驾驶服务的 这个需要的这个 商业等级 还有我们对商用驾驶的这个 驾驶执照的一个要求 这两个在台湾是没办法符合 但是他们都呈现出来的 是一个需求定价的一个概念 那 超值定价的意思呢 就是 就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们 这个所有的厂商 你是不是就是接受什么 那个完全竞争的价格吗 那个完全竞争的价格吗 可是完全竞争价格我跟大家都一样 那我是不是相对没有竞争力 所以我就比这个完全竞争的价格 略低一点 略低一点 好 就有点像刚刚讲的 牵制你的竞争对手 可是在完全竞争市场 其实你是竞争对手实在太多了 好 那所以就是那个参考的那个价格 那个定价 你比它再略低一点点 好 这样子你就会显出说你是什么 我提供同样的产品 但是呢 我比大家都便宜了一点点 好 这就是相对对消费者来讲 这就是你比较突出的部分 好 这个图就给大家看 好 所谓的这个 属于两平的一个计算 好 那它的公式在最下面 好 公式在最下面 你算出固定成本出来 好 总的 这一整批的这个固定成本 然后你就把这个分母呢 是单价减掉你每一单位的变动成本 好 所以你要把变动成本换算成每一个单位 好 每一杯咖啡 每一碗牛肉面 用这样子来换 这样子把它算出来 那固定成本的话呢 譬如说你的这个黄珠 你的整个装潢 这些 那你的这个 店长的 店长这种固定的这种薪水的话呢 好 这个 稀设备的折旧 这些都是算在你的固定成本里面 好 所以你就把它放在分子 一并摊体 所以你去设定不同的价格 你就可以对照出 随一两平的一个数量出来 然后你就会去看 我定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 像我刚刚讲 我如果单价定一百块 那我需要一千杯的咖啡 或者我需要一千碗面 我才可以达到 那一千碗 一千碗的牛肉面 或一千杯咖啡 你一天如果营业十个小时 一个小时你要做多少量 一百 那你一分钟就要卖多少 会不会太难了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就要把它提高 你提高到两百的时候 好吧 提高到两百 假设这个量变成是五百 好 变成五百杯的话呢 五百杯除以十个小时 一小时卖五十杯 好像比较容易 但是两百块的咖啡要长什么样子 是不是 两百块跟一百块的咖啡 会不会有差别 要吧 是不是 好 好 那当然我一百块 小本经营一百块 一千个消费者 我如果在公馆商圈 有没有机会 一小时一百个客人 或许有 好 可是如果在我们农金戏馆 不会吧 十个小时来十个 这不错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就是选一两瓶 你在分析上面来讲 你可以去 去应用的 好 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定价策略 好 我们讲定价策略 就是分这五个面 这五个这个 重点来讨论 第一个就是 讨论新产品的时候 好 你是一个 是一个新产品 我们讲过新产品 它不见得是全新 好 你重新定位 重新在这个 用新品牌上市的时候 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新产品 好 然后再来是 差别定价的时候 好 再来就是这个 用心理定价的因素 再来是产品线 好 前面讲过 同一系列的一个产品的话 呢 可以用产品线的 这个几个定价的方式 好 就下面是讲的几个方式 好 再来是你在促销的时候 好 你要去promote的时候 要去推广的时候 好 就是通常我们讲的那种折扣的 那个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走来做 好 那我们就有一些方法 好 所以对新 对新产品来讲 好 对新产品来讲 我们最主要的大概就讲这两个方式 好 一个是这个 Scheme 就是这个全脂牛奶 要把它的这个脂肪把它抽掉 好 所以它就会变得是 它就要 它就要去挑那个是什么 把这脂肪挑掉 它就变成剩下是低脂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它会去选的是特定的一个消费族群的 那个部分 好 那滲透呢 Penetration 滲透的话 是不是就是要很快的 就像水 好 这个像这个 紫禁栽到的水 它的水 水分值就很快的 透过这个 上面的这个棉花纤维的话呢 就这样滲透到整张纸上 所以你的速度要快 所以速度要快呢 你的价格当然就要便宜 好 所以滲透式的定价 你就是开始定在很低的一个价格 所以让你很快的滲透到市场里面去 那如果你要拓制的定价的话呢 好 Market Skimming的话 你就要挑的就是 欸你是把这个脂肪脱掉 好 所以你是特定留下来这一个部分 你把其他部分脱掉 你只留下一部分 所以当然你要选的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消费族群 所以它的价格呢 就会是比较高的 好 它就会是比较高的一个价格 好 所以当你在选这两个的时候 你要考虑的是你的产品的特性 跟你的产品的一个定位 你是不是比较 你是比你的竞争对手来讲 品质更好 是不是 功能更多 所以你就可以定的价格更高 好 还是说你的产品的这个定位上面 我功能更多 但是价格更便宜 所以我滲透性更快 那我就要定的什么 所以功能比较多 但是呢 价格是比较低 我就用价格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所以你一定在选的时候 你就要看你产品是什么 还有你跟你的竞争者 如何来 如何来做竞争 好 但是这两个传统方式 现在我们面对了所谓 收费方式的革命 好 是不是有这种 欸 你先把东西拿回去 试用看看 满意的话再付钱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你的东西很好 又不用先付钱 你试试 马上就可以撒出去了 即使后来的价格显示是比较高的 但是已经享受了很不错了 很难回不来了 对不对 回不去了 所以 这种新的这样的一个收费方式的话呢 当然就突破了原来的这两种 传统的这种定价方式 好 或者进入障碍比较低 好 或者用进入障碍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收费 那这个就像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绑合约的方式 对不对 好 虽然是很高单价的一个手机 可是 进入的障碍是不是相对低了 他告诉你说 原来手机三万块 但是你要是绑 你后面每个月绑的这个吃到饱多少钱 那你现在只要付多少钱 进入障碍是变低了 就是大家都在买了 所以渗透性是不是也增加了 所以原来可能不想买这个比较高单价手机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 这个进入障碍收费的一个 降低进入障碍收费的方式 是不是大家都 大家都愿意进来了 那报酬型的一个收费呢 就变成是 他会针对说 他提供给你的服务再来收费 好 用这样 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有点像Uber 像Uber他们提供的这些 好 比较是新型的这个 网路上的这个经营的一个模式 好 所以这些方式 其实都有一点是跟我们的 电商的经营模式有关系 好 那 差别定价 但你可以根据顾客的特性 好 根据性别啊 根据年龄啊 好 根据职业也可以 对不对 有吧 好 军人不是有特别优惠吗 学生有优待票吗 好 老师也有 好 老师要去律师界就有 好 好 然后产品的形式 好 颜色啊 款式的话呢 就会有不同的一个价格 好 消费的地点我刚刚讲嘛 好 对不对 坐在第一排跟坐在后面一排 好消费的时段 像看电影 好 好 那 下面讲的四种你可以用的 这个 第一种那种杀价方式 negotiate 这个pricing 好 这大家这个人性所在对不对 好 只要能够杀价大家一定杀价是不是 不杀价你就觉得好对不起自己是不是 好 好 所以这个 嗯 当然 尤其是到很多观光地区去的时候 好 这好 很自然的一定要采这样的方式 你跟他说这是一口价 没有人理你嘛 好 一定就是 一定要杀价一下满足你的这个乐趣 好 因为你可能这一辈子就来一次 好 好 那你杀得很高兴我也卖得很高兴 为什么我要卖给你 卖一个你都会觉得很愚蠢的价格 很显然那个东西的价格绝对是比你杀的那个价格要高很多吧 是不是 好 所以 任何的商人 好我们都知道 杀头的生意没 这个赔钱的生意没人做不是吗 好 所以 没关系你只要满足了就好了 好 好 那secondary的这个market的这个定价的话呢 好 就是当然我们有primary的这个价格 然后secondary在其他特殊情况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差别定价 所以譬如说我们讲找鸟票 对不对 好 如果你找一个礼拜来订票的话 那你可能得到什么样的折扣 好 或者早上几点来吃早餐的话 它就可以便宜多少钱这样子 好 好像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离封的一个用电 好 那个电费就不一样 好 这些都是所谓的 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primary的这个价格出来之后 好 那在其他特殊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再提供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 好 那这个primary的这个discounting呢 中年庆啊 开学季啊 这好像特定的 好 大家都预期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样的促销 好 可是 大家都在等 好 每一次大家都等中年庆 好 就平常都不消费 就等中年庆了再来买 那平常不就不用开了吗 好 一年就开两次就好了嘛 好 是不是 这个什么 什么五月的时候有一次母亲节的档期嘛 好 还包括庆祝总统就职是不是 然后到这个每年 每个百货公司的中年庆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年底的圣诞 采购的这样一个旺季 一年开三次就好了 其他时间都不要做了 好 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什么 random discounting 是不是 好 所以除了这个固定的时候 没事是不是也要来一个随机性的 好 随机性的这样子 好 那当然你要管为宣传嘛 好 这种随机性的一个这个discount 是什么样的因素 老板今天中 中了这个什么 中了这个彩券了 所以今天特别 好 就来这个discount 然后这个不同的国家对数字 觉得哪些数字比较吉利 对不对 像华人比较喜欢8 喜欢8嘛 就后面通通变8 或者是 譬如说就用什么199啊 299啊 那种数字 对不对 好 就这个就不是整数 那你觉得 诶 这价钱多少 不到200块 199嘛 对不对 不到200块啊 999不到1000块 好便宜喔 是不是 好 这就是一个心理定价嘛 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多件事的 好 如果你买一件的话是多少钱 这很多的摊贩都会选用这样的方式 好 可是你不小心 不小心的话 你大概就会算错 都直觉说 啊一件 一件50块 两件100块 好 三件150 正常嘛 对我没讲错 好 可是你都会觉得说 当他在告诉你的时候 一件50块两件应该 两件应该80块 对不对 三件你的话应该100 应该120是不是 好 也是 你如果没有仔细听 你大概就被他给骗了 好 这就是多件事的一个定价方式 还有参考呢 你如果去买东西的时候 然后那个吊牌上面跟你讲 参考价钱是多少 但是我们卖多少 有没有 特别给你一个标一个 参考价钱是多少 很多的这个卖场 那个电器的卖场 也很喜欢做这样 是不是 就是参考价是多少 然后我们这里卖多少 好 还有套餐式的定价 帮你做组合之后 帮你做很多组合 好 对消费者来讲 你当然觉得很好啊 我就不用想 我要这个 这一栏的配什么 这一栏的配什么 这样都出来 那帮你配好了 然后直觉你会觉得他很便宜 实际上也没有 也不见得 好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 让你消费者不用 动太多脑筋去思考 好 这是麦当劳是 一个经典代表 但是他现在也不这样做了 不是吗 他又在打破 他还是用一个主餐 然后就让你自己 去搭配其他的 好 其他的这个 这个 其他的这个 搭配的 其他的这个 富士这样子 好 那 另外一个定价方式 他告诉你我每天都是什么 最低价 好 这个东西是最低价 对不对 我每天都有一个最低价 对不对 我每天都有一个最低价 那不是我说的东西 每天都是最低价 只有一个东西是最低价 是不是 好 那有美妆店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 那这个方法呢 就是这个Walmart他们最开始用的 好 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吸引这个消费者 你想 有个东西就是 他绝对是 这个东西 他敢这样讲 就是这个东西 今天我卖这件产品 一定是在同样的 同样这个区域里面 所有的商家里面 我今天绝对是看最低 但是就是那几样 不是所有 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术语 好 还有传统性的定价 就是一般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就是这样的价格 好 而糖果一颗应该卖一块钱吧 对不对 好 就是那个 以前我们小时候在那个Gamma殿 买的那个糖果 外面还有一个糖 有糖粒的那一种 我们叫Gannaton 那个可能 以前最开始的时候 一块钱可以买十个 好 再来现在大概已经 通过膨胀的结果 已经到一块钱买一个了 好 然后口香糖呢 剑牌口香糖一条到底多少钱啊 十块二十块 十块二十块 如果你在做爱信的时候是 是二十嘛 可是如果真的买是多少 不知道对不对 可是你大概知道 你大概觉得说它就是应该 就是十块二十块这种价钱 可是实际上到底多少呢 从我们以前好像就是十块到现在 还是十块 好 好 那好像做爱信二十块也是二十块 因为它每次都卖你五条 然后你就拿一百块给它 好 所以实际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习惯性的 习惯性的这种定价 好 就是你卖的东西是 大家认知上面 你就是应该卖这个价钱 你很高就应该卖这个价钱 好 就像我们说香蕉 应该一根一块钱 一根十块钱 柳定应该一颗一块钱 对不对 好 所以超过这个价格就太贵了 是这样子吗 不对吧 好 要考虑成本吧 好 那产品线定价呢 好 这个产品线 这个产品线上面的话 像我们讲 说行李箱 同一系列的 同一系列的话 它不同的一个size的话 是不是它就会一定有差别 对 好 越大的你当然它的价格应该 这个差距 这个差距 有没有跟它的尺寸 要从同样等比例 或者不同比例 当然 你在促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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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那个中型的 那个行李箱 我卖的一直不是很好 那我可以调整一下 我就特别把 它跟最小的差距 跟最大的那个差距的话 让它凸显出来 让你觉得说 我买大的 好像不是那么需要 而且这个价差 差得很大 差了两寸 价钱差了一千块 那它跟小的 一样差两寸 可是价钱只是差五百块 所以我应该买什么 我应该买中型的size 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这是同系列 产品在定价上面 你要特别去推广 哪一个尺寸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那个价差 造成消费者 心中的一个印象 你就可以趁机去做推广 那在产品线下面的话 我们讲 其实还有这个所谓的互补产品 就像 你买这个 你买印表剂 你一定要买什么 色夹 碳粉夹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你要把印表剂 卖贵一点 还是碳粉夹卖贵一点 以前是这样子 现在有人反过来了 因为现在的这个 或许影印机可以用比较久了 好 它影印机可以是用比较久 所以你不太容易去换影印机的话呢 它就在影印机上面 赚比较多的钱 然后鼓励你多印就好了 鼓励你去多印 所以尤其是那种可以印照片的 它鼓励你自己在家里 刚刚大家已经讲 你不一定要选择把它印出来 好 所以那个印表机可以印出来 就跟一般照片一样的话呢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印更多 好 所以它在印表机的功能上面 把它提升把价钱提升 告诉你说这个印表机 印出来就跟起出来照片是一样 然后 这个照相纸 其实很便宜的 所以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搭配 好 所以这是互补产品下面的一个选择 那这个Premium pricing的话呢 特别讲的是 像限量版的产品 限量版的产品的话 当然 这个产品 就是在这个季节 特别限量生产 所以当然 一般的价格之外 因为它是限量版 所以它是不是要卖的比较贵 还有特殊颜色 好 记得最开始的这个PSP出来的时候 好 最早的PSP 刚出来的时候 它大概只有黑色 好 或者最开始它只有白色 好 就像早期的这个 Notebook 苹果的这个Notebook的话 这个Mac Air MacBook的话 它大概也只有白色 好 后来是比较多的一个颜色 所以 新的特殊的颜色出来的时候呢 当然它就可以加价 它就可以卖的比较贵的价钱 好 但一方面 因为它比较不容易生产 一方面它的数量是比较少 好 所以你用比较高的价钱 也凸显说 这一款特殊的一个颜色 它有它的特殊价值在 好 把那个收藏的那样子的一个特殊价值 把它反映出来 好 这是Premium的这个Pricing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 好 其实 在这个特殊原色 限量版的选择上面 好 这是你在定价上面 推产品上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的方式 好 所以 如果你可以 剛剛看到的这个酪梨是绿色嘛 如果你现在生产出什么色的酪梨 会受欢迎 快要过年要红色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出红色的酪梨出来的话 那一定大法理事 是不是 好 那在最后推广促销的话呢 在促销的时候 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每天都有最低价 是因为那个卖场它必须维持 每天都有人来 那如果在促销的时候 我们甚至就会拿一些所谓的 牺牲品出来 好 那消费者可能就为了这个 牺牲品的话呢 你就会特别到卖场里面来 好 所以不是那种平常正常 每天都有最低价 就是特别的情况之下的那种 牺牲品 好 每次台风的时候都有一些牺牲品 有没有 每次台风的 台风快要来之前 所有的卖场都会打出一个牺牲品 什么东西 对 没错 好 他就告诉你这个青菜一把五块钱 对不对 好 他就说我们这个什么 服务社会大众来的 所以这个青菜一把五块钱 当然那一把里面可能只有两根 两根空青菜 或者只有两根的这个博菜 好 但是消费者还是赶快去抢 因为你已经预期 可能台风来了以后呢 这个菜价就会飙涨 所以我现在赶快去抢 好 好 这个青菜是被成牺牲品 然后你去卖场 那么一大 这个特别花时间去买那个菜 你只会去买青菜吗 不会 你要买什么 牛奶 买牛奶 对 还有呢 牛奶 那要是停电怎么办 电子 对 你会买电子 你还要买什么 大吉 嗯 好 现在还要买什么 矿泉水 对 对 还有呢 急救箱 台风的时候买急救箱 急救包 急救包 好 每次台风就买一个吗 够急的 不是买泡面买饼干吗 对 对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所以用青菜当一个牺牲的 然后大家就会跑去卖场 买了很多东西 你就会买很多 所以 这就是牺牲品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是 这是我觉得超像我一直 这些超级市场 我觉得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 每次都是 看起来好像是帮消费者在着想 告诉你说 我试出我们的平价蔬菜 好 那大家不用慌张 可是实际上最终目的呢 不是真的要去 这个 平移我们的蔬菜价格 其实他都是为了他 其他的产品的一个销售 那农产品就是这样被牺牲掉的 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一个行为 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行为 就是 你可以卖到这样一把蔬菜是五块钱的话 大家印象中 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的定价概念了 青菜可以便宜到一把五块钱 还是不应该 不应该 你从来就不应该有这么便宜的蔬菜 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做的事情 我们应该努力去宣导的一个事情 青菜没有这么便宜 可是当高丽菜一颗十块钱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人去帮农民抱怨呢 一颗十块钱 农民的这个成本都不止十块钱了 那一颗十块钱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人去帮农民讲话 可是高丽菜一颗一百块的时候 所有的媒体都在那边争相报道 那高丽菜一颗一百块农民也没赚到啊 因为他可能也只有十颗高丽菜可以卖啊 一颗卖十块 你不为过吧 他只有十颗一颗卖一百块 他也才一千块 那他平常呢 他可能五十颗 一颗卖五十块 是不是 所以 在裁缝季节的时候 你这么高的菜价 农民也没有收益 好所以 过度的去宣传这样子 菜价过高的概念是不对的 而应该去讲的是 什么是真正的菜价 什么是合理的菜价 什么是真正合理的这个农产品的价格 这不是我们该做的吗 好 好 那spatial event 特殊的时候 特殊季节的时候 我们特别像这种开学季 那 出销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的是参考价格 跟譬如说 我们在这边 我们这个卖场卖的价格 参考价格 可是如果是在折扣的时候呢 大概会写一个原价 然后就把它涂掉 然后再写什么 折扣价 对不对 然后有时候再 告诉你这个折扣价之外呢 今天还做什么 买两件再打几折啊 买三件再打几折 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用原价 跟折扣价来做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 comparison discounting的 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如果是原价 那我们只是要差别说 我们这个卖场 本来就是比别的卖场 卖的便宜 所以我们就会拿别的卖场的那个价格 当作是一个参考价 好 这些都是这个定价的一些策略 那下面这一页基本上它比较讲的 好 我们比较适用的是在这个B2B的一个市场上面 好 是在这个商业市场上面 好 那我们会考量的是 譬如说区域 不同区域 好 不同区 好 因为当你要去卖给 当你是卖给其他的一个店家 去再做是一个投 中间一个投入 还要再去生产其他产品的时候 好 比如说你把这个 你把你的产品卖在台北跟卖在宜兰 这个价 该不该有价差 卖在台北比较便宜 把他的这个成本算进去之后 他拿到那边卖 好 就是我如果是在宜兰的商家 我跟你订货 你卖给我是100块 你在台北是卖80块 我从宜兰到台北 买80块的鱼 再回到宜兰去卖的时候 我可能加上成本 我只要卖95块就好了 那是不是就破坏你原来订的那100块的行情 好 所以你如果要把这样的一个行为 把它避免掉的话 你自己在定价上面 在不同区域的定价上面 你就要把这个 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自己打自己的这个情况的话 你就要把它排除掉 好 所以我们讲这个geography的这个定价 好 那在这个做进出口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说 你这个定价 你定的这个价格 有没有包括 是到岸价格还是离岸价格 好 运费到底是谁来承担 好 这也是包括在这个 区域定价里面 好 那transfer pricing的话呢 转移性的一个定价 好 这有点像这个超商 他所有的产品 当他上架之后 他是不是 除了他自己毛利之外 他都要先加一个所谓的上架费 好 他就先加一个上架费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就有点是 把他的 把他跟厂商之间 那个 他们角力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把他转 转给消费者了 所以同样的一个产品 你刚刚买牛奶 你可以比较一下 你在超商买的牛奶 跟你到超级市场买的牛奶 跟你到量饭店去买的牛奶 那个价钱 那个价钱绝对是不一样的 绝对是不一样的 绝对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便利商店 他可能就有把他很多的 额外的这些成本 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毛利 那些他原来的那些成本之外 他又在把 他跟 因为他是跟Business B2B的这个部分 他就把他这个成本 再把他转移出来 好 那下面这个discount 就有这些方式了 在B2B的话呢 大概有这些方式 可以来做这个discount 好就跟我们的这个 一般最终消费者来讲的 这个discount的一个function 就比较不一样 所以譬如说第一个function 这个中间商 他所扮演的角色的多寡 就跟他去买这个商品的时候 他能够得到的这个discount的话呢 就有差别 这是一般消费者是不会的 因为中间商他可能要帮忙 扮演推广的这个角色 好 所以如果这个角色比较重的话呢 那你可能拿到的这个价格的话呢 相对就会比较便宜 好 那或者是不同季节 但既旺季的时候的这个价格的话呢 也会有所差别 这些都是这个折扣的一些方式 那又是这个折扣的 那是一个折扣的 这个折扣的 这些折扣的 是有很多的这些折扣的